我們來聽聽門就打開囉 然後她走走走就進了病房 躺在病床 怎麼起來 那女孩子躺在病床 因為她那個臉 已經沒有拉了 開開了 她一走進去 她剛剛在B4 走到鏡頭她看不到的地方 為什麼現在躺在床上 結果呢 她打著電 點滴啊 手 那個環還在啊 她想說 還是因為她沒有看清楚 那女的她是看不到人吧 不可能 她有特異功能也不可能 她剛剛在B4看到她 為什麼會躺在那邊 趕快睡 趕快睡 就半夜了嘛 她睡覺 睡覺 睡到大概快要早上七八點 例行公事 那護士又要來送早餐的時候 就聽到那護士就跑得很快 趕快趕快 因為她們講到英文 就是意思說要電擊了啦 其實那女孩子昨天晚上已經掛了 就她在樓下的時候她已經 已經死了 然後就看到 匆匆忙忙就把她推到那個裡面去 就是準備要電擊嘛 然後就推進 她把她推走的時候 護士員跑來跑去她說 怎麼回事 她說因為沒有心跳了 沒心跳 她想來想去不對也沒心跳 隨便晚上明明跳到她 跑去樓下來坐電梯 她說欸 等一下 小姐小姐 我請問妳一下喔 妳們B4是什麼地方 B4 B4幹嘛 妳有去B4嗎 她說沒有沒有 昨天那個小姐有去B4 她亂講話 其實昨天晚上她已經過世了 她她手段那個白環 就是因為寫著她的名字 10幾的那個指示啊 對 那我朋友就嚇到 不敢跟她媽媽說 病房的 病人的姓名 對 然後她就不敢跟她媽媽講 那好 後來沒有多久 她媽媽也就出院了 出院她就一直掛念 還沒完啊 就一直掛念那個事情 然後她那一段時間 她就心情就很 很郁郁寡歡啊 都很不快樂 那有一天她朋友就打電話給她 她說欸 我兒子喔 滿月啦 妳來 妳來參加 她說妳來參加滿月酒啦 她說 好吧 反正最近心情很不好 就跟她去參加她兒子的滿月酒 那吃完 在餐廳吃完的時候 她朋友說那 那來到我家坐一下吧 也滿早的嘛 九點多而已 來妳兩杯了 我們這裡回家 那不知道怎麼搞 她那個兒子才一歲多喔 會走 會跳 會爬 會走 本來在吃飯的時候都也還好好的 一回家而已喔 把她放在地上 她開始用跳的 用跑的 然後就很開心的蹦蹦蹦蹦 這樣一直跳 她媽媽說 我回家怎麼那麼開心這樣子 然後就 她就跑... 就跑到那個房間去 開始跑到房間去的時候 那小朋友就一直啊 用頭喔 就一直撞她的那個床嘛 Sports 就是海綿墊 就一直這樣撞 然後撞起來就一直笑 啊... 就一直笑 一直撞一直撞 一直笑啊... 然後她媽媽就說 妳不要玩太風 妳晚上睡覺會寒臉這樣 然後她兒子就不管她 就一直在那邊撞一直在那邊笑 她說 沒關係啦不要吵了啦 就讓她玩 我們在客廳喝點小酒 後來我那個朋友有去嘛 因為我朋友不是有那個天眼通嗎 她說 這個孩子的笑聲喔 不太尋常 她說 我才看妳兒子在鬆什麼 她就走到房間去喔 一進去不得了 她看到那個天花板啊 有一個長頭髮的女鬼是這樣子的 然後這不是床嗎 她抓著她小朋友的頭一直撞 撞那個時候 你看一直撞 一直撞 然後那個小朋友就是被她 她一直撞一直撞一直撞撞 那我朋友一看到那個情景 跑出去要跟她朋友講 她說 我跟她說這個人要相信 然後 忽然就聽到那小朋友沒有 沒有笑聲了 她想說 欸奇怪 她說妳去看妳兒子 妳去看看 然後她就 我朋友就跟她 跟她朋友去看她兒子 她想說兒子太累了 睡著了 我想說睡著也好 妳知道嗎 剛剛那個房間那個女鬼 對 就是一顆頭 她剛剛是倒掉的嘛 她現在是 腳騰空的 脖子 是掛在天花板這樣子 放圈圈 看那個 就看那個小朋友這樣 就在看然後就一直在笑 她想說 後來她想說這個事情 沒有跟她朋友講的時候 她說 我說這間房子 妳剛剛有叫老師來看過 她說沒有耶 我們那時候就很急著要找房子 都覺得這間房租的啦 因為如果小 我覺得妳小朋友再大一點 可以趕快搬家 那也晚了 那我回家了 隔一天下午 她卡著 說她兒子 爐內出去 馬上弄死啦 這樣啊 她就這樣 她就抓頭髮這樣 一直撞一直撞一直撞 她是昏倒 她媽媽不知道 因為她玩累了睡著了 隔一天 發現她掛 掛點 就爐內出血 後來 就整個告別式的那個錄影帶 只放著她生平的 小朋友從出生 她媽媽都會 回憶 其實 我們那個小孩子生出來 都是她每次小朋友在玩 在笑 在跑 在跳 都是那個女鬼 在弄她 在拋 拋她 她在跳 這樣拋著她 就是這樣推著她玩的 所以她說 妳一定 如果要生孩子 一定要趕快搬家 不然妳生10個 10個小孩 把她搬家 然後那個女鬼 始終是這樣畫出笑容 原來 那一間房子 那個女孩子 就是因為 跟她男朋友 也是感情因素 掉刀 穿紅衣服 沒有了啦 沒有了 謝謝 嗯 謝謝秀慧 大概10分鐘 烏耳朵了 好折磨喔 不要 3分12秒 3分12秒嗎 恭喜秀慧 對 林慧萍不敢聽的時間 有3分12秒 謝謝 謝謝 好可怕喔 很可怕喔 真的很可怕 跟你講 其實尤其前半段 也許別人沒有覺得很恐怖 但是 正好是我最害怕的那種類型 那種類型 然後妳就這樣這樣 這是什麼 妳也沒有那麼多 妳只是好像很 我覺得很折磨 我覺得很折磨 她想要裝 假裝勇敢 我覺得很不舒服 假裝勇敢 因為沒有恐怖到要捂耳朵 真的喔 但是呢 又覺得很折磨 那接下來歡迎 Gino Gino一定不可怕 對 我們也對她並沒有戒心 我說Gino加油 帥哥搞不好講更恐怖 我怕她講成笑話 當然我這裡面 以我的年紀 我的輩分 講鬼故事我覺得比較沒有說服力 所以我只想分享一個 情生經驗 那這次情生經驗造成我後來一個後遺症 所以 我也很怕會影響到灰瓶姐 就是 發生過這件事之後 我不太能一個人洗澡 好我要開始講 你都跟人家公益啊 我自己講 我講完之後 我再講 我後來之後都是怎麼開始洗澡的 好 來請說 這個大概發生在五年前 2007 那個時候還在原來團體K1裡面 我們常常要到國外做表演 那國外表演就得要住國外的飯店 那來到東南亞某個國家 我不講哪裡 講不太好 就東南亞某個國家 然後我們是被邀請去做秀 是一個很棒的一個秀場 然後他們也招待我們住一個很好的房間 那通常我們表演完會去吃個東西 或是Shopping幹嘛再回飯店 那天其實真的非常累 那我們就大家講好說 別吃東西了 直接回房間休息 那我就回到房間之後呢 我就叫了room service 就直接叫回 晚餐叫回房間吃 等了很久 超過了大概20分鐘都沒有來 我想說怎麼這麼久我也吹了 他說underweight在路上了OK 那我說算了我先洗澡好了 那 我今天這段可以站著講嗎 可以了 OK OK 我要講一下地理環境 現在這個都是我的廁所 這邊是門口 這邊是浴缸 這邊有個浴簾 OK 我就進來房門關 廁所門關了我就開始洗澡 洗一洗之後才剛洗幾分鐘吧 門就被敲了 他沒有按電鈴他是敲門的 我想說這個時候room service來那怎麼辦呢 我就英文跟他講 我說等一下我在洗澡 你可以過10分鐘之後再來 我就繼續洗 過沒多久之後又敲門了 我想說是我太小聲 我就把水關掉 我又講了一次 我說等一下我在洗澡 麻煩你等一下再來 水還沒有開 水還沒有開 門又敲了 可是這就是我廁所的門敲了 啊 什麼 我還沒聽懂你就敲了 廁所的門被敲了 進來了 可是說實話 我有嚇 我有嚇到 我有嚇到 可是我會想說 我是被他嚇到 我是被你嚇到 我說我還沒有聽懂 我有很機會聽啊 這真的會有後遺症 慧綑姐你要小心 來繼續 真的有後遺症 這手門 因為我聽得非常近 因為那時候我水是關掉的狀態 可是我會嚇到我想說 會覺得怎麼這麼沒禮貌啊 他應該有 他們有萬能卡嘛 他們說會沒有人直接送進來 我很生氣 我就把 這時候我的浴巾放在上面 一綁 我 這時候浴簾嘛 浴簾 我一拉開正要罵人 這手門是開著的 那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開著之後 我就很習慣性的 我就往 我是浴缸嘛 這是浴簾嘛 我就很習慣性 往我的腳邊看 我看到我這輩子 無法忘記的影像 是浴簾 我拉開這樣看對不對 嗯 這邊 有一個人 他是背對著 請為誤創禁地 各路好兄弟 關鍵影片 阿標猙獰現行 走大概五六步拍日本神社 編導 製作人跟我三個人一起 啊 這樣大叫這樣子 他的表情很猙獰這樣 心臟不好的朋友 請不要看 哎呦 真的人耶 我看到